今天下午黄色小鸭高雄展出羡慕 高雄光榮码头一早就涌现大批人潮 把握机会抢拍小鸭最后身影 市长陈菊说黄色小鸭带着爱与和平的理念 还会继续到台湾其他地区展出 而现场的民众开心又不舍的向小鸭道别 黄色小鸭在高雄停留的最后一天 是否号召民众穿着黄衣服还送小鸭 现场安排小鸭与天鹅共舞 场外更有古山高中康普社自动跳起大象舞 全线对小鸭的依依不舍 因为小鸭最后一天所以我们来为小鸭还送 然后特别编了一首大象舞 小鸭拜拜 黄色小鸭带着爱与和平 这样的一个非常崇高有理想这个理念 还是会到台湾其他的地区 包括桃园跟吉隆 我相信黄色小鸭不管到任何的地区 我们都给予高度的祝福 小鸭慢慢高雄起飞 挥别小鸭时刻黄色气球起飞 大型拖船鸣笛喷水 缓慢将小鸭拖离光荣码头 岸边人群万头攒动 把握最后机会抢牌小鸭身影 还是还蛮不舍的 希望她还是有一天能够回来高雄 好震撼喔 好感动喔 好心疼喔 她已经要回去了 很可惜啊 就是那么大的一只鸭就这样子走了 就这样子走了 黄色小鸭旋风席卷全台 在高雄展出一个月期间 参观民众近逼400万 小鸭离开高雄之后 26号将转进桃园新屋 第三站则是在基隆 从12月21号起停留六周 新唐亚太电视林语书 林宏观 台湾高雄采访报道